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来 《开市感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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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不如先和大家看看 勇美股市的情况 先和大家看看美股 浪约股市下跌 美市跌幅更大 美国联储局1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 将会维持减少买债的步伐 杜瓊斯指数收拾报16,040点 跌89点 纳斯达克指数报4,237点 跌34点 别准普议500指数报1,828点 跌12点 欧洲三大股市抗稳 伦敦富士100指数报6,796点 升591点 巴黎契指数收报4,341点 升10点 泛兰克福德斯指数收报9,660点 升591点 国际油价上升 美国异常寒冷的天气令到取乱油 燃油价格上升 其油价格亦受推动 纽约3月 其油收拾报每桶103.31美元 升88米先 最高曾经升到103.65美元 是去年10月初之后的最高水平 伦敦布兰特其油收拾报每桶110.47美元 升1米先 外围金价下跌 美国一月份新屋动工创了三年来最大跌幅 一月份生产物价指数按月升0.2% 反映通胀压力温和 降低黄金对冲通胀的吸引力 约4月期间收拾报每桶1319.6美元 跌4.8美元 现货金在1311美元水平 跟大家回顾了 今晚方面欧美股市和商品市场走势 美股要跌 最主要来说 昨天公布了的联储局FOMC方面 一月份议息会议记录 继续维持缩卖债的步伐 昨晚公布的新屋动工数据 较市场预期为差 大家又归咎于 会否因为航冷天气 又或者因为天气恶劣 令到数据差 但又要减慢买债部分 似乎市场很忐忌 你可以说 如果单凭昨天的会议记录来看 令市场有些很迷茫 因为你可以说 现在这段时间 减少买债规模 如果以会议记录 甚至乎 各别官员的言论 应该都会继续下去 暂时这一刻来计 停的机会真的不大 不过当然 他也说到 似乎近日的数据 又开始转叉 甚至大家比较担忧 好像现在这段时间 因为真的有些风灾 雪災这些影响 首当其冲的 你看到 很多近日出来的数据 都真的转弱 新的动工一定会是 因为如果假设真的冰天雪地的时间 基本上连开工都真的开不了 甚至乎 你一开一开一下 倒下 所以变相之下 有这一个情况 令到数字出现这么差的表现 都真的不出奇 甚至你可以说 之前的时间 因为那个 叫做失业率 都叫做跌下来 但问题就是 你看到就业的参业率 其实不断跌下去 反映到失业率的数字 没错 现在这一刻是6.6 它来回联储局 即是一个叫收水 或者是6.5的距离 其实很近 但问题就是 通胀这个问题 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都仍然是未成功的 你见到当地的情况 都不是很明显的改善 所以从初步看 你可以说 现在这一刻来算 联储局方面 似乎你说买者规模方面 现在这一刻 是650亿的 我都觉得是 起来之后的时间 应该都会慢慢慢慢会退 但都是会视乎 当前的经济环境 但你说到加不加息 这次里面来说 有个别的联储局的官员 认为是说 联储局可能提前加息 之前一个共识 是说2015年的 那段时间 可能会加息 但假设经济 可能是那个步伐 走得比较快 都真的不排除 可能会提前加息 但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暂时这一刻来说 都比较上 不会太快 因为当前的大环境 你会见到 很多变数都依然存在 例如说 真的好像这次 雪灾已经是一个例子 你会说 全球经济的状况 都是比较 当然你说联储局 之前都很好笑 他说得明白 他都不会说 你外面的环境 只要里面觉得OK的话 他那个退市的规模 甚至乎加息这些 他会自己做事 但怎样都好 假设全球经济 都变得不明朗 美国方面都不是随会受到拖累 所以变相之下 现在这一刻 我都觉得退市的步伐 是会继续下去 但到加息这一步 我自己认为 未必这么快 就见到 加息门栏 失业率达到6.5% 现在失业率是6.6% 非常之近 所以委员就预期快将要改变 对货币政策的前瞻指一 但就不会只是降低加息门栏 有委员就建议 肯定会不会加息的条件 应该包括金融市场的风险 例如资产价格泡沫 其实之前给市场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就知道几时加息 就是看着失业率和通胀 其实一般人都可以认知到这些相关的概念 但现在又说要加一些新的一些条件 就好像金融市场风险 例如资产价格泡沫 其实普通人很难理解 会不会觉得央行到底现在做些什么 会不会令到市场更加不清晰 一直以来其实你说联署局本身的运作 当然你可以说透明度都比较高 因为都经常开会 之后也有个会议继续出来 但问题是另外它的操作的方法 都真的不是很透明 甚至乎你可以说 现在这一刻里面来计 它定下一些叫可能其他一些金融的指标 好像你说泡沫那样计 其实这个也有一些争论 泡沫 多少为止是泡沫 你都可能要再谈清楚 所以反而联署局 现在这个时间 其实应该是 可能提供更加多的资讯给市场 市场相信就是说 有些什么的准值 多少为止 可能会更加快退市 甚至如何为止 可能会不退市 这些我觉得是要有个 比较清晰的界定 但是这段时间 都比较尴尬一点 因为的而且确 是论数据的 你说这些数据上 现在真的转差了 另外你计定的准值呢 其实你说很多东西 也不是计算得那么死 我觉得又不需要计算得那么死板 都是比较灵活一点 比较好一点 但是怎样都好 你说现在这一刻里面来说 我觉得你说 就是退市的机会 就是退市现在这一刻 这个叫做减买债的规模 不断会做的了 但是你说加息的话 我自己觉得 在可见的将来 就是可能一年之内 机会都真的不必太大 大家现在都留意着 一些新兴市场的风险 大家都在看 会不会货币汇率 又会像之前那样 就因为美国说退市 就令到急跌 现在大家担心 泰国和乌克兰的局势 比较紧张 就看到俄罗斯货币 或者乌克兰货币 泰国货币都跌的时候 其实现在风险大不大 还是还是仍然都要观望着呢 都是那句 美国只顾着自己 基本上 他之前都说了 都不要管外面的东西 所以你说现在这一刻 新兴市场的风险其实是高的 就是各别的地方来说 因为的而且确 有个叫做地缘政治的风险 因为你看到 看片段都知道了 你说乌克兰去打仗 国民是这样的 现在泰国这边 又好像又不好明朗 那这些是一些 叫做局部地区的风险 但是你说这些风险 终不足以导致到 美国有个退市的决定 是会有些阻碍着这个决定 我觉得是未必的 而且你可以说 现在这一段时间 新兴市场走资的情况 暂时叫做舒缓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以预见的 将来都见得到 其实你说 美国减少买债 但当地的债息 必然是会有机会抽升 所以你说资金 不断外流 去到这些成熟的市场 这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变上这个风险 其实大家是 一定要保持着有个意识 但是你说这个 现在这个因素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 金融市场有一个 比较大的动荡 通常是这样的 第一刻的时间就是 但当你习惯到时间 其实那个影响力 就会慢慢减低 我觉得这次的情况 会出现 类似刚刚所说的局面 但是大家都要警惕为上 都要好好观望着 跟大家说完 昨天美股方面 一些FOMC的议息会议记录之后 不如跟大家看看 另外一个消息 都市场来说 都比较关注一点 就是社交网站Facebook 计划收购短信公司Whatsapp 作价160亿美元 将以股份和现金支付 Whatsapp 现时每月用户 超过4亿5千万元 当中七成是会约用户 Facebook行政总裁朱克伯格 就说到 Whatsapp 的客户 将会步向10亿人 公司提供的服务 令到他们保持联络 非常有价值 交易完成之后 Whatsapp 的创办人 任正总裁 会加入Facebook董事会 今次又做出一个收购 之前Facebook收购Instagram 大家都觉得这个收购做得不错 Instagram带给Facebook的价值 是多于收购 大家知道Facebook 如果说是否一个好的部署 现在这一刻真的是 言之上早 你说有个协同效应在哪里 真的有 因为Whatsapp本身的用户群 都算是多 我觉得对Whatsapp 最大的卖点是 就是用户群的用户群 真的很活动 是 你下载完之后 你真的会用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app 坦白说 我自己都一定是继续用 现在你基本上是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代替了SMS 其实是的 而且你可以说 我想每个人都有个亲身经验 都是这样的 你每一天 你对手机 要是开Facebook 要是用Whatsapp 要是开Whatsapp 但是你说这个1加1 是否等于2 或者比2 我都行量不了 但是只可以说 今次的收购 其实你可以说 金页上来说 挺天价的 令到我反而 令到我的联想到 其实这个叫做 就是互联网的bubble 是否开始又涌现出来 我反而怕这一件事 看到最近网友股升那么多 都知道 一来 当然网友股升那么多 他们有他们的原因 因为你也可以说 所以腾送为例 每天都买新东西 每天都有一些新的冲击给你们 但是你说 好像今次Facebook那样做 就是你说买这个Whatsapp 你说如果200 当然公司的看法 就很乐观 而且你可以说 两者之间 真的如果你可以结合 的话 这个人数 真的不威忽事 这个商机 其实真的可以是很大 但问题是 你说用到现在这一刻 用190亿 我自己又觉得 真的似乎有什么 是天价 当然 你说如果便宜的话 Whatsapp也没卖给你 但是这个价 我真的觉得 就似乎是 有点是冒险的 是 因为他们当初收到Instagram的时候 都是十几亿 现在 十亿 现金加 好像股票 十倍有多的时候 所以大家是否都要观望着 要看看他们 联恩了之后 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觉得是要观望着先 但是你可以说 这一个情况 就是这两个的结合 都会突然之间 令到整个科网热潮 更加之叫 去得到一个高峰 是 因为你想想 其实 当然Whatsapp之前 大家都觉得是值钱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 去到190亿 因为你对港币来说 大概差不多 成1500多亿的港币 就是Whatsapp 其实本身 你可以说 这些东西是否值那么多钱 我都真的行不了 但问题是 你说现在这一刻 两者那么强 拼拼之下 究竟产生了什么冲击 产生了什么另外的商机 我现在这一刻 都真的想不到 所以 当然 如果我想到的话 我又做非诚 但问题是 如果公司有些 新的概念的话 你都不排除成功 因为你说现在这一刻 正如刚刚所说 但日常生活 用来用去 都是Whatsapp 就是Whatsapp 但是现在Whatsapp 其实很多竞争 有Line 有WeChat 形形色色很多即时通讯 是的 其实会不会有风险 Facebook这么高价 去收购Whatsapp的时候 但如果你说 以受欢迎程度 甚至乎 你的覆盖面来说 Whatsapp 应该继续是比较多的 因为你刚刚说 Line 其他有一些 叫做不同的即时通讯的元件 其实是很局部性 例如Line 主要是南韩那边 你会比较多些 你会见到 有哪个即时通讯 去到这么环球性 只有他们这些 你说微信和WeChat 现在这一刻 你都可以说 人数是比较多的 是 但你说没有那么多的Active User 我想除了Whatsapp之外 都真的其他 没有那么厉害 是 所以这个合作 这个叫拼扣 帮助大不大 这个真的要再观察 是 但你可以说这一次 而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变相令整个科网热潮 有机会更加推称到另一个层次 好 谢谢 其实我自己下载了WeChat 都不是Active User 都是放在这里 都没有怎么开过APP 跟大家说完外围方面 比如跟大家看看港股 现在港股升了53点 去到22,715点 其子方面升86点 高水 暂时低水两点 国际指数现在升129点 报10189点 乘盖90亿多 今天过市就上市了50天线 暂时来说 会不会势头继续向好 今天来说 领涨的蓝筹股就是中石化 有些消息令到它升了上来 但似乎近期 大博业绩期蓝筹股表现做得不错 昨天东亚炒了上来 会不会令到推高行指 可以上市50天线 可以继续做好 短期的时间 我依然都更乐观 不过你说到这些水平 你再追不追 真的要再想一想 当然你说 为何乐观 因为事实上 你可以说 现在市场上 之前炒两会的因素 这一刻炒什么呢 炒业绩股 其实这几天的升市 市升股上来 靠哪一只股份 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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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靠中资金融股 所以变相之下 大家仍然炒业绩的因素 我觉得还可以炒一下 但是开始小心一点 因为的确 炒上来之后 购止速 现在这一刻 都不经不觉 累積升股 升了好多 现在回回一点 不过都不会左右了 我后期的看法 但你可以說短期的時間,即是之後的時間 大家要開始留意兩會這個因素 其實每一次兩會開會之前 市況開始是不錯的 但之後大家會怕的 怕甚麼呢? 怕可能有緊急的政策會出台 特別是說內房股這些辦法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 只有一段時間是打壓的 所以變相越迫近兩會 其實你可以說市況將會越來越波動 甚至有機會直接向下 當然現在這一刻 因為內地應該都出了匯豐中的PMI數據 稍後我們可以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但你可以說市況本身 到越近二月尾的時間會越波動 但現在這段時間 我覺得大市本身 可能上到大概二萬二千八百點附近 應該都差不多 甚至乎現在這一刻 數據出來是不理想的話 大市現在開始掉頭 都真的不出奇 今天內地股市做得相當之好 高開就升超過百分之一 流上升25點 現在去到2167點的水平 先跟大家看看 現時藍籌股的最新表現 會控方面 今天回吐跌八毫 去到84.05元 中移動跌三毫半 中行無聲跌 公行跌五先 跌超過百分之一 建行跌四先 港交所跌一毫 國壽升一毫 有邦保險跌一毫半 騰訊跌十四個半 回吐超過百分之二 金沙中國升兩毫 長實跌三毫 新地升七毫半 九倉升五先 中國海外跌兩毫半 華燕之地跌六先 中海游升四先 中石游升兩毫四 中石化是目前升幅最大南丑 升超過百分之八 升五毫一 坤輪能源升一毫六 中國神華跌一毫 剛才都說了 今天領長的是中石化 有報導說到 中石化會開放成品由銷售 股價急升上來 怎麼看今次的消息 是否今次升上來 大家都惹著國資改革的衝擊 一定會是 但都可以先說一說 因為中國二月製造業PMI 都很差 只有四十八點三 七個月的新低 七個月低位 雖然變相拉到市面上去 但你說內地方面 一個百分比還要升 沒錯 還有你可以說 現在這一刻 內地股市仍然保持著升 但都可以先說中石化 事實上 因為之前大家都知道 不斷說是市場化 中石化這次 其實走到第一步 所以變相 其實這一個情況 令大家都 比較上覺得 是 看法上 比較正面 而且始終現在這一刻 你引入市場化的話 變相可能加強競爭 對於公司本身的經營 那個情況 都有機會可能會有些改善 所以 即使這樣股價才行 這麼多 我都覺得是正常的 而且真的沒有太忘記 如果你看到它的走勢 你會看到 中石化之前 那走勢很差 所以初步看 我都相信 這個消息 短期內 都依然可以刺激到它的股價 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看到剛才提到 匯豐中國新鮮滾熱 出爐的二月PMI初值 現在48.37個月的低位 現在內地股市 仍然升至20點 2163點 其實會不會 炒著兩會概念 覺得數據差 反而可能會令到中央出手 所以仍然反思維之下 現在還在升 反思維我完全認同 但我這樣說 其實兩會很多政策 已經定下來了 只不過 之前你可以說 地方已經開了會 但你初步看 今天來說 暫時這一刻 A股都出奇地這麼強 反映 似乎大家都真的 和你說差 反思維 可能內地方面都會做些事情 所以見到港股就不爭氣了 現在跌了139點 越跌越多 22523點 現在跌了1% 現在怎樣做 會不會轉了勢 還是看A股強的話 應該一會又會掉頭向上 還是看A股 還是留意公司的業績 謝謝Stanley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Stanley 剛才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 自己有持有呢?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卵靜安安環環節 會有發行商跟大家說說 資金流向最新情況 待會見